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谢谢各位父老乡亲 大家听了半天这个叶部朋友说话 你回家可别学啊 别想改不过来了 这个演员呢还是比较优秀的 一位叫高小辈 一位叫李浩阳 两个人呢都多才多艺 这个李浩阳呢除去说相声以外 还能说评书 这个高小辈除去说相声以外 还能学街巴 反正都是多才多艺吧 高小辈大高个 一米九一 老话说一米九一傻了吧唧 说的就是他 哪有这老话 我老了经常这么说 这叫老话 旁边站那个李浩阳啊 比高小辈就矮一点了 一米七一 一米七一傻了吧唧 说的就是李浩阳 在你眼里是不是谁都傻了吧唧 您不一样 这位先生呢一米四一 行了行了行了 一米 行行行 我也不是一米四一 您不是踩着把闸的吗 好还不够一米四一 咱就说每一个演员呢 都有自己的特点 刚才说相声那个高小辈啊 比较聪明 是 说相声说了十几年了 他呢也有他的特点 他特点 特点呢就是招人喜欢 对 为什么呢小伙子长得也精神 也刻苦用功 所以说相声呢 大家欢迎 为了今天高小辈表演呢 特意优酷的同志们都来了 就为录他 哎呦 啊因为什么呢 好演员人人爱听 对 人人欢迎 而高小辈这么好 那么好 他也有缺点 他这缺点是什么呢 其实也不能叫缺点 也不怨他 可以说是个遗憾吧 啊 可以说是个遗憾 您讲 我要说的对 朋友们您给我鼓鼓掌 肯定一下啊 什么缺点 遗憾呢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什么 高小辈呀 说相什么 没找对老师 是吧 这是一个遗憾 哎呀 谢谢大家的肯定和鼓鼓 这一点呢 因为什么呢 在我们这行啊 你说我改行 或者说是我倒门 什么叫倒门呢 就是说我拜别人 比如说拜老爷 这是不允许的 因为老爷没有师父 您先别说了 干嘛呀 没找对老师 高小辈没找对老师 是他的遗憾 哦 你是不是不知道 高小辈老师是谁 不是你吗 就是他 他就是高小辈的老师 你知道是我 对 怎么叫没找对老师啊 这不表扬你吗 你哪句是表扬我 哎呦 我告诉你 这优酷要不来 我都舍不得说这个 我告诉你 就为了表扬表扬你 就是你呀 你他呀 我那意思啊 你明白了吧 我糊涂了 你那么说这么详细 你没听明白呢 就是说呀 高小辈 学相声 拜你为师 是 对不对呀 对 你是他的老师 对呀 他是你徒弟 对呀 对不对 对呀 还是他 真是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你这没正经东西 没找 哎呀 你让我着急 说下来找老师 是什么条件呢 首先来吧 你得看这个老师啊 比自己 水平上 是不是强 好家伙 对不对 还有拜师 那老师不如徒弟的呢 当然有了 被打腕啊 老师比较有名 但是没多的能耐 我愿意拜他为师 我也有名了 是这意思 你们不是这意思啊 你们不是这情况 师父比徒弟 能耐不能大得太多了 如果太悬殊了 师父说点什么 徒弟们听不懂 比如说吧 高小辈演一段相声 他在旁边偷听 我还得偷听 你别让他看见你啊 听完之后 给高小辈提的意见 高小辈 过来 过来 不听话呢 过来 连这句都不听 我告诉你啊 以后 干嘛呢 排练呢 我是喊山呢 十点高小辈 我都得好好看就完了 好好看 你看他胸口了是吧 告诉你啊 你那个相声不能那样说 你那样说 观众乐得前仰后合 那相话吗 那个 以后要像师父这样说 观众就乐不出来了 我往哪边教过我 我怕他骄傲嘛 呵好 反正他呢 我是为了表扬他 他也有师父 对 他师父是郭老师 郭麒麟 郭麒麟 少班主啊 郭麒麟 郭麒麟 给郭麒麟鼓鼓掌 别这儿 少班主的徒弟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你不是郭老师徒弟吗 是郭老师徒弟 对啊 郭德纲先生 那是我老师 不是郭麒麟 郭麒麟之父 对 郭德纲的徒弟 那更了不起了 郭德纲的徒弟是 云鹤九霄 龙腾四海 对吧 你是哪颗的 四字颗的 四字还没收呢 你是哪颗 云 第一颗 第一颗的 基本上都是名誉徒弟吧 不明白什么 名誉徒弟 就是挂这个弦 其实没教过你 是不是 教过没教过 教过 那他很幸运 云字第一颗徒弟 来得比较早 跟郭先生学习呢 时间比较长 而且郭老师对他呢 还特别的特殊 他是郭德纲的爱徒 有这么回事吗 对 你看看 介绍到别人那儿 这是我徒弟 认识认识 这是我徒弟 完了 到他这儿 不然 郭德纲老师啊 声泪俱下 跟真事一样 掉几个眼泪 这是我的爱徒啊 干嘛 这是扫墓呢 就是说呀 特别感动 特别感动 没有您这么严重 其实爱徒是什么意思呢 这老大哥可能知道 爱徒就是 他是郭德纲他爱人的徒弟 是吧 哦 这你别这儿胡解释了 这不是缩写是爱徒吗 不不不 我就郭老师徒弟 郭德纲老师喜爱的徒弟 还可以 对不对 别老客气 这人总是揪着胡子过马路 什么意思 谦虚 一嘴俏鼻话 不要谦虚啊 不谦虚 郭老师确实很喜欢他 很喜欢 确实他向上说的也不错 特别好 比较认真 是 好坏咱们不说 反正就认真 他又不说了 是吧 我可以表扬你 你不能表扬你 对不对啊 又不让谦虚 比较认真 这是一般人呢 很难做到的 有的人台上一受欢迎了 说我们的话呀 包袱一想 观众一乐了 这人就骄傲了 骄傲 这样不好 对 他就不努力了 他不见 他一直在认真努力 是 知道观众乐了为止 对 是吧 我这包袱都不想 这不乐了吗 对不对 你说实话 观众就乐 对不对 就是说他特别认真 认真归认真 台上保不起 也能出错 是 说像是出什么错啊 无外乎就是把词给忘了 当然了 忘词也不算毛病 是不是 忘词都不叫毛病 你忘了没关系 你别告诉大家 朋友们 我把词说忘了 你告诉大伙就没意思 这不没凶没臊 另外也不能赔礼道歉 对不起啊 我忘了 那不行 不行 你忘了词没关系 你得现编词 忘了这点没关系 你自个编一点 把这弥补上 又看演员的反应了 拿别的词剃 另外来说 为什么相声 通常两个人表演呢 对口相声吗 这是一斗跟的 这是一捧跟的 这两个人 又明确的分工 嗯 斗跟的主要在这说 捧跟的 你看 他老看着我 为什么呢 就谨防我忘词 是 我老得盯着他 对吧 你他这边 他不听不行 他得听着 说到哪了 对 万一说忘了 他好接着往下说 而如果说忘了 他怎么知道的呢 我得给他一个暗号 暗号 哎 今天就是 按说这是内部的机密 不应该告诉您啊 尤其优酷的朋友来了 这一说 全优酷的人都知道了 是不是啊 好人优酷的内部资料啊 什么暗号呢 就是 弩嘴 小动作 冲他一歪嘴 他知道我忘词了 是 比如说啊 我这说的正热闹的呢 喝口吐白沫 我正说着呢 好 要白白了 说说 呦 棒了 赶紧冲他这个方向 哎 小动作 观众看不出来啊 人家看不出来 还看不出来 你都快回不去了 知道不知道 这不给大家介绍吗 当然要夸张一点了 平常真实的忘词的时候 没有这么大动作 是吧 平常很简单 说说说忘了 完了 连我都没看出来 稍微一动会 你能看不出来吗 稍微一动会 这就明白了 他在旁边 盯着我呢 是 在这一看 哎呦 爷爷忘词了 赶紧呢 您先等 很认真 您先等一会 您先等一会 干什么呀 这爷爷怎么回事 就刚才我学你这个 就是说你呀 对我忘词的一种挖苦和讽刺 我讽刺谁 就管谁叫爷爷呀 不是 讽刺别人不这样 要讽刺我 好 哎呦 你看你怎么跟我爷爷似的 就好像上岁时候似的 爱忘事 就这意思 好好好 哎呦 这爷爷忘词了 总是完了 不算完啊 为什么说他认真呢 他得把我这词 接过来 他说 要工作嘛 他替我说 你看看 这不就是好演员吗 他要说着说着 把词说忘了 那更难免 对吧 更正常了 是吧 经常的 怎么办呢 冲我这边 再来一个暗号 嗯 也弄嘴 就冲我这方向 哎 嗯 我盯着他呢 我一看 弄嘴了 好 这孙子忘词了 你也先等会儿 嗯 到我这都没有改孙子了 就是我习惯于这样讽刺你 嘿好 喝这孙子 忘词了 这多孙子 这爷爷 哎呀 没关系啊 他那词我也知道 嗯 把他那词接过来 我又说上了 嗯 观众朋友 你哪看得出来啊 是 就是我忘了词 冲他一弩嘴 他忘了词 冲我一弩嘴 这就解决了 哎 嗯 要咱俩都忘了呢 同时忘了 啊 都忘了那就得对着弩嘴 嗯 像话 这样行吗 没没听说的 要这样的话呀 那就不现实 嗯 比如说我这忘了冲他一弩嘴 他也不知说什么 又弩回来了 对 我一看 哦 他也没辙了 这时候就看我的了 嗯 没你什么事了啊 保持冷静啊 哎 不要烦躁啊 哦 这时候我得即兴发挥 嗯 现场抓梗 就是当场啊 献编一个笑料 比如说吧 这大哥是你爸爸 你看 观众捧腐大笑 一鞠躬 我一拽他 走走 你们俩就下去了 他还得拽着我 不拽他 就木在这儿 哎 所以您看刚才表演那些个 俩一对下去 俩一对下去 那些人 都是忘词了 这是你说的啊 这是 啊 人家那是表演结束了 哦哦 表演结束也得下台啊 嗯 不能为了彰显 我们没忘词 老在台上站着 呵 那也不行 对 所以说就是什么呢 相声演员忘词了呀 得有个弥补的办法 嗯 但是说相呢 属于这个散文体的内容 就跟闲聊天一样 哎 对了 你多说个三句两句呀 或者少说个三五百句呀 都没关系 嗯 那没关系 三五百句也没关系 你少说这个词 不像相声演员这么好编的 嗯 那有的那个传统的京剧 我赶上过一次 哪个 就在北京看的戏 哦哦 这是个传统戏 哦 问桥闹府 嗯 打棍出香 其中的这个主人公啊 姓范叫范仲宇 剧情比较简单 是啊 范仲宇的媳妇让坏人抢跑了 他跟一个打柴的侨夫一问呢 这个坏人叫什么呢 叫葛登云 嗯 他到葛登云家里边找他这夫人去 对 路上有四句唱词 什么词啊 是这个词 嗯 诗才乔哥对我论 老泽的名叫葛登云 迈开了大步朝前奔 不觉来到泽的府门 什么叫泽呀 泽就是贼呀 贼 哎 京剧舞台上上口 哦哦 老贼又叫老泽 老泽 哎 这么四句 嗯 这个演员呢精神没集中 是啊 刚唱了一句半 把词唱忘了 他在哪儿忘的 把葛登云这名字给忘了 课 这是关键的地方 对 你要上哪儿去 你能忘了吗 嗯 问乔 问那乔夫问的就是这事 嗯 他给忘了 但是演员反应够快 冲这个乐队呀 做了一首饰 嗯 那意思什么呢 让乐队别出声了 乐队打住 他改唱为说 他好想词 这能莫分莫分 对 他是这样 嗯 唱一句半啊 是才乔哥对我 罗老泽的名叫 名叫 这是忘了 呦 想不起来了 嗯 没犹豫 冲那乐队那会儿 哎呀 且住 且住 这什么意思啊 那一次乐队 您别出声了 哦 打住 嗯 打鼓的是乐队指挥 啊 一听哎呀 且住 赶紧一压这鼓腱子 您说怎么回事 赞细了 没听说 刚开始啊 嗯 他说且住了 这打鼓的 一压腱子 拉弧劲的 打大锣的 打小锣的 打脑脖的 全都没声音了 安静了 这个演员在台上说话 嗯 道声白了 哎呀 且住 是方才那 乔果对我讲的是 明明不不 怎么一时时 想他不 气 怕咱们想不起来了 想起来还叫旺吗 哎 对 旺词呢 嗯 冲乐队一透秀 叫乱锤 乱锤是 讲说是这 讲 讲 有点背景音乐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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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上转圈 想词 我要到哪里去啊 讲 讲 都糊涂 讲 巧过 我再问他一问 哎呀 都原了 讲 都回家了 讲 讲 转了二十分钟 哦 没想起来啊 哎呀呀呀 观众坐底下纳闷啊 好奇 哎呦 新了块怎么着 这台上多一保安的是怎么着 哦 这倒不丢东西了 啊 这怎么把这转有什么来了 嗯 讲 讲 二十分钟 没想起来 嗯 这个演员汉都下来了 朋友们您各位可能没上过台 嗯 一上舞台呀 真保不起遇生的情况 是吧 叫鬼打墙 嗯 一点都想不起来 你看 他要是安静安静冷静冷静 到了后台了 半分钟他就能想起来 哦 他就精神可能高度集中了 也想不起来 新了块干想是想不起来了 改变战术 嗯 找人问问吧 问谁去啊 问谁能问观众吗 嗯 观众都知道也不能问 嗯 这边连后边叫上场门 对 上场门有后台其他演员 嗯 台上就他自己啊 是啊 问问别的演员 这时候不能嫌丢人 哦哦 就得问去 就这主意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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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出来了 没人 嘿 哎呀 平常的人都挤不动啊 嗯 今儿一人没有 嗯 不定藏哪看我笑话呢 上场门没人没关系 问这边下场门 这儿有人吗 这边有人 怎么 乐队在这边呢 哦 都看见人了 哎 那个剧场 那个乐池乐队 都在这个位置 嗯 他问问那个打鼓的 哦 打鼓的是这出戏的总指挥 对 大小接骨眼 鸡脚嘎篮啊 唱词啊 时代背景 人物关系 没有他不知道的 嗯 我问问打鼓的 他就告诉我了 到打鼓的跟前 不能说忘了 嗯 你说哎 我忘了啊 观众听见 道号上来了 啊 得说术语 术语 黎元界唱戏的术语啊 忘了不叫忘了 忘了是 叫垫了 哦 也得小声啊 嗯嗯 打鼓的在这坐着 老师傅 我垫了啊 嗯 就是忘了 我垫了啊 打鼓的一听 怎么着 你垫了 对 你再转一圈吧 怎么 我也垫了 都给打垫了 打四十分钟了 都忘了什么戏了 哎呀 手头目了 这是练功了 哎呀 实在不凑桥啊 天王将 都走了 这旁边坐着一个拉筋胡的 对 这一想 这叫什么事呢 嗯 演员忘词 巡逻巡了二十分钟 对 问后台演员都藏起来不告诉他 问这打鼓的他也不知道 你说观众是花钱买票来的 人家招谁惹谁了 那可不是吗 人家就是有寒养了所以没叫到好啊 不证明你演员多么的高明啊 对 你照这样耗下去多的是一站呢 不 主要是在这儿下去一会儿没有地铁 我回不了家了 哦 主要为的是这个 这干脆 嗯 我告诉你得了 这可以 他记着这葛登云呢 你说怎么告诉 喊 葛登云 葛登云 他听见了 观众也听见了 对 倒好上来了 这个演员啊 在那正转着呢 嗯 拉狐气一琢磨 我不能唠这个 啊 给他一个别的方法告诉他 嗯 你想有那个电视里有那游戏 你也玩过 什么游戏啊 很简单的游戏 你来比划你来猜 就那个 我吃饱撑的我 嗯 我自己比划自己猜啊 不有呢 你来比划你来猜 他是俩着我来比划你来猜 哦 我是跟别人说惯了 你来比划你来猜 哦 有这个吗 对 他跟他做动作 嗯 不出声音 哎 这葛登云这仨字还不好比划 你瞧瞧 你葛怎么比划 灯 哎 这灯还行 嗯 找那个同音字吧 嗯 同音字 这拉狐气的在这坐着 冲那演员 哎 哎 把腿伸出来 哦 代表灯一灯 这动作这不是灯吗 对 现在话仨字告诉一个字 就应该想起来了 嗯 这个演员还真看见了 看见了 领会错了 是啊 啊他这一唱观众都乐了 您讲讲 回头一看 拉狐气的冲他这样 这不蹬的吗 唱上来了 嗯 是蔡桥国对我论老泽的名叫一条腿啊 啊 人有叫一条腿的吗 你着急把匪号唱出来了 呵 您说是不是闹笑会 嗯 因为什么呢 这个演员思想没集中 嗯 稍微一开小叉 台上就能够出错 那就差点意思 哎 还有这么一回事情 您讲 不是京剧啦 这是 是个帮子 哪儿的帮子 山西帮子 哦 又叫禁剧 禁剧也好听 有这么一个小型的禁剧团 嗯 在山西啊 当地那个县里边经常演出 是 没进过大城市 哦 说的不是现在 倒退几十年前的事情 那个团长呢 又兼主演 哎 突然之间接到邀请了 到哪儿呢 天津的中国大戏院 嗯 到那儿去演出去 嗯 喝着连团长带团员们 都高兴 那是 没去过大城市 嗯 更没去过大剧场 对 天津中国大戏院 1936年就有这剧场 哦 那都是什么人在那儿演出啊 什么叫梅兰芳啊 马连良啊 邱圣荣啊 袁世海啊 都大师在那儿演出 嗯 这个小的剧团 得到这个邀请 心里高兴 对 睡不着觉 哦 激动了 赶到日子都去了 嗯 这个团长呢 演出啊 特别认真 哦 水平也特别高 多好 但是受到当时这个剧场环境的影响 把词唱忘了 哎 这怎么回事 唱的哪出戏啊 叫这个魏水河 嗯 文王仿贤 嗯 他是主人公啊 扮演的是江子牙 风神榜的故事 是 其中有这么一段唱词 是江子牙呀 自爆家门 嗯 唱起来应该这味儿的啊 您来了近句 山西邦子啊 哦 在座的咱也不知道呢 有没有山西朋友啊 如果有 哎呦 您是山西朋友啊 太好了 行行 您把耳朵堵上点 装听不见啊 对啊 山西邦子唱起来这味儿的啊 江子牙自爆家门 嗯 我家住奥里州奥里县 姓江名上自紫牙 自紫牙 刀号叫飞熊 哎呦 唱都好都哭了 好 艺术的魅力 啊 艺术的魅力 你也知音了 哎 您听这词了没有 比较通俗 哎 我家住奥里州奥里县 姓江名上自紫牙 刀号叫飞熊 就是个自爆家门啊 江飞熊嘛 是 他老是老道的一身打扮 嗯 所以是道号叫飞熊 这几句词 这个演员演多少次了 嗯 没错过 嗯 那天为什么出错呢 中国大戏院那个时候啊 有这么一项服务 什么呢 夏天那时候没有空调 也没有电扇 嗯 有什么呢 这个剧场里头准备一个大盆 搁上开水 里边有这么三四十条啊 毛巾 这干嘛使 这毛巾拿水一烫淋点花露水啊 哪位顾客哪位观众要出汗呢 给您擦汗室 哦 这叫手筋板 嗯 过去那大剧场竟这个 嗯 这手筋板啊 哪个服务员呢 带这天上来回扔 嗯 比如说俩服务员离庭园 你说老宋去 这得多长时间呢 对 他得来回扔 扔这手筋板 都得有经验 嗯 不能掉地下 那当然了 扔时间长了 熟练了 还来花样呢 花样 打腿底就过去了 这叫张飞骗马 接着那种从后背这接 走 苏秦碑剑 啊 有时候没扔好 这叫掉地下了 掉地下 也都有花样 嗯 这个演员呢 竟在小剧场演出 是 山西当地那县里头 没见过这个 这一扔这手筋 把他给搅和了 啊 刚唱了这么半句 半句 刚唱半句 因为整个是一句 刚唱半句 我家猪傲利舟傲利贤 行将名赏 自紫牙 自紫牙 唱到这儿 那白毛巾 唰这么一扔 演员一看 你就哼 新来话 这是什么东西 鸽子 啊 这剧场里边 怎么还飞鸽子 像话吗 那位怎么接过来 递给他擦脸呢 嗯 哦 毛巾呢 对 哦 这就是那手筋板 我竟听说过 没见过 就是开演了 这是手筋板 嗯 好好好 长见识 是 别理他了 接着往下唱吧 嗯 坏了 怎么 竟琢磨那个 把后面那句词忘了 呦 歌台上了 哎呦 这怎么办呢 嗯 这个演员有点舞台经验 后面那句忘了 没关系 嗯 前面那句还记得 哦 心想啊 再重复一下 前面那句 往后一带 就带出来了 这办法不错 对吧 是 前面那不是 字紫牙嘛 字紫牙 字紫牙 这不就扔一个 嘿嘿 一到这节骨眼 就扔这毛巾 嗯 这眼神还馋 啊 又跟过去 一看一会 那位又擦上了啊 哎呀 后面什么词 还是没想起来 对对 字紫牙 字紫牙 来了 就还爱看 一到这就来这句 是 喝一到这句 就扔手间 嗯 这不是不要命吗 字紫牙 字紫牙 听这字牙 字了三十分钟 没想起来 哎 观众在底下坐不住了 对 现在话 我们倒是 头一回看这个 就不能老唱的一句啊 嗯 观众就坐底 开始起哄 哦 好啊 这不是欢迎 这叫起哄 那可不是 好啊 演员误会了 他以为观众爱听这句呢 啊 谁叫好 他冲谁滋牙 那儿一喊 好啊 他冲那儿 滋滋牙 那儿一喊 太好了 滋滋牙 又滋了二十分钟牙 好一钟头了 还是没想起来啊 是 汗也下来了 观众汗也下来了 观众都出汗了 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第二排中间呢 有个老大爷 实在看不下去了 站起来冲台上嚷嚷 尖叫人 哎 开上那个 下去吧 什么 别没秀没扫了 我们叫的这次道号 他一听 道号叫飞熊 他想起来了 道号 谢谢朋友们 这是一个传统相声 叫魏水河 说的是舞台上啊 出错的故事 这些个段子有很多 其实呢 也有真的 也有假的 也有相声演员呢 夸张虚构的 也有编的 哎 你看这个相声演员 就是这样 生活当中啊 有一点事 我们能无限放大 无限放大 对 这就是捕捉 新鲜事物的能力 嗯 你看生活当中 很多事 各位您不注意 是 比如说吧 冬天天冷了 怎么办呢 咱自觉的 就把羽绒服穿上了 就把帽子戴上了 对啊 不用人通知您 到夏天 还有穿羽绒服的吗 少了 是吧 什么叫少了 少了就是不多了 根本就没有啊 有的怕冷的 八十来岁的 八十来岁 七月份他也穿上棉裤 哦 有这样是吧 老寒腿 一般年轻人到夏天 没人发通知啊 没人发广告 自觉的 您就短袖 对 对吧 女孩子穿裙子 嗯 好看 是 是不是啊 夏天呢 行了 在屋里吹空调 啊 不愿吹空调的 那个吹电扇 凉快吗 不愿吹电扇的 扇扇子 扇扇子 这不都能凉快吗 嗯 对吧 这都解决问题了 扇扇子 朋友们 这里有诀窍 这里有诀窍 扇扇子 什么叫诀窍 他喜欢玩扇子 对 那叫文丸 他买一把扇子 不为了扇风 为了收藏 是 没事就拿这手 老吕那扇子 我扇子不少 对吧 老吕那个 最便宜的 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 你不提不行啊 但是他呀 对这东西他不在意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着比较废 你本来他是文丸 他就不是扇风用的 他不去 拿起来跟没事一样 哗啦哗啦 也这么扇 嗯 我呀 不是在的那扇子 现在不属于我了 对吧 什么 嗯 怎么那什么不属于你了 就你那扇子 现在不属于我了 这根本也不属于你 我导给你的嘛 哗 那把扇子 我看着都心疼 嗯 拿着挺好的扇子 好几千块钱 人别人都搁套里头 然后玩的时候 拿出来得戴手套 他不去 拿过来之后 哗啦哗啦就这么扇 你那个玩意 他不糟蹭东西吗 毕竟他是个用品 用品不行 你这人不会过日子 嗯 今天我教个教个你 怎么能够省扇子 这里有小妙招 是啊 哎 今天开讲了啊 这不优酷朋友也来了吗 咱今天风节小妙招 第一课啊 风节是谁 就是陛下 你们高峰嘛 高峰啊 咱俩不 一个字不显示亲切吗 风节小妙招啊 风节 怎么扇扇子 省扇子 哦 这里有小妙招 是吗 哎 你看这把 不是这把 这把 这把扇子 这是我个人的 这不是集体的啊 跟他们这 虽然长得差不多啊 这是我个人的 不是最近的 1997年 1997年4月份 我在天津啊 我是天津人啊 天津有个河西商场 河西商场 当时的价格是 1块5 1块5 卖1块8吗 我给他1块5 对我 因为这破了一点 这商场里还能砍价啊 他这破了 处理品嘛 1块5毛钱 97年到现在 40多年了吧 40多年了 你会算账吗 97年 97年 现在40来年 多少年啊 30来年差不多了 那就是79年 79年吧 79年 你也才三岁吧 79年算 79年 你才三岁呢 79年 今年的你爸爸三岁 认识的 还97年吗 97年 你有谱没谱 97年 97年 到现在 20多年了 对吧 这把扇子 可不是我一直在家里供着 或者搁哪忘了 才找出来 不是 一到夏天我就拿出来 拿出来我也扇 所以你看到现在二十多年了 保持着就算 你看 比较完好 没说着玩啊 说着玩干嘛 这真是你 小妙招嘛 真事啊 这二三十年换过扇面吗 换扇面还叫能耐吗 没换过 97这不写着呢吧 你看 97年嘛 我看 97年四月 按眼得了 是吧 97年嘛 这拿这个扇 要像你这么扇 哗啦哗啦 两下坏了 那是差点 小妙招来了啊 拿脑子记啊 那您教训我 我还真给您学这个 对了 怎么能保护这扇子呢 朋友们也可以学着点 之所以这把扇子 二十多年 保持的这么完好 扇扇的时候 小妙招是这样的 您教给我 扇扇的时候啊 您是扇子不动 脑袋动 您这有毛病 朋友们 欢乐的时光 总是那么短暂 本场演出呢 到此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光临 李厂师带好随身物品啊 朋友们再见 再见 好 by bwd6